融合浓郁奶香与海鲜精华的巧达海鲜汤 相信是令许多大人小孩为之风靡的一款汤品 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天或是心情郁闷的雨天 此款杯汤总是能做到抚慰人心的效果 恰到好处的浓郁汤头令人食指倒动却不致感到腻口 同时能品尝到海鲜深邃的鲜甜 其美味程度可说是沟洞味蕾上的每一寸神经 此外,其面体是选用非油炸 100%度蓝小麦制成的螺旋面 相当符合轻食的需求 在与汤头的向左之下更丰富了品尝者的味觉体验 魏王深知台湾民众爱好汤头的习惯 因此贴心地在其杯汤产品中添入了冬粉 不仅能吸附满满的泰式酸辣汤精华 热量也相较一般的配料低了许多 又能让人温暖心头 非常适合想要控制热量的读者们满足口腹之欲 另外,喜欢日式汤头的人也有柚子胡椒口味可供选择 清淡的汤头,与微辣的滋味相辅相成 炎热的夏天来上一杯最开胃了呢 而且本品在大卖场也有扑货 想吃时无需苦苦等待进口产品到货 各位对于乙农汤产品起家的康宝一定不会太过陌生 旗下这系列独享杯冲泡汤包 亦是常年热销的人气品相之一 奶油蘑菇、奶油玉米与鲜虾三种口味 结果顺味美的汤头 自不必多说 其不含防腐剂且原料采用自有善耕作的器座农场等讲究之处 皆为产品形象加分不少 加上近来大家环保意识提升 在办公室多会备有马克杯、随行杯 这类带装杯汤反倒不会制造太多垃圾 无非是令消费者购买的新安理得的优秀汤品 台旺致力于选用台湾的在地食材研发产品 为了就是要让消费者即便出门在外 也能品尝到新鲜县主般的美味 而此款杯汤最大的特色仍在于豪迈的紫菜份量 平时的价格便能享受到丰富的口感 令人相当惊喜 此外 其配料阵容也不遑多让 高梨菜 胡萝卜等干燥蔬菜 以及豆腐皆是高鲜又低热量的食材 整份吃完能带来饱足感确少气变胖的疑虑 非常适合平常有吃宵夜习惯的读者们在夜里解解馋 若说到蛋花汤 想必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会是小吃摊的台式口味 然而 蛋花汤其实也是日本的国民料理 厂商先运用于 贝类熬煮出清甜的日式高汤 耳后打进蛋花创造出棉花的口感 最后左以葱花点缀 整体味道干美而无油腻感 可说是相当引人入胜的滋味 Q弹口感的冬粉与蛋花的组合堪称相得益彰 而其也标榜一杯热量不到100大卡 中午来上一杯并搭配一颗玉饭团 便是均衡又轻盈的一顿午餐 十分适合忙碌的上班族们作为常备品 虽说豆腐海鲜汤是韩国的道地美食 其在台日量的汇聚的广大人气也可说是不遑多让 这款便是由日本知名泡面大厂日清所推出的杯汤产品 融合了海鲜甘甜精华的汤头 能中和辣椒的刺激 大块的豆腐又能吸满精华的汤汁 让人每一口都大感满足 刚刚好的份量能满足深夜时想来点最恶美食的欲望 冲入热水后仅需30秒便能食用 也很适合加班忙碌时一直饥饿感 难怪会是办公室团购的热销宠儿呢 汤咖喱是札幌著名的人气美食 与一般咖喱不同之处在于 其是运用数十种香料与蔬菜熬堵出浓郁汤头 辛辣中带点鲜甜的尾韵 这般在台湾较难品尝到的美味 这是令人魂牵梦莹 再者 以馄饨作为汤品的配料一举也是别具特色 尤其馄饨还是先经过油炸 吸饱汤头后口感更具层次变化 更别说里头还加了不少干燥蔬菜 让人不自觉的就能将其整份吃完 纵使价格较不亲民 但相信定能满足预长先读者们的期望 这款受到日本家庭欢迎的焗烤农汤销量 始终居高不下 其主打在家中也能享用到宛如法式餐厅的美味 也许有些人不太能接受洋葱独特的气味 但此款杯汤将洋葱摇身移变成大人小孩都能接受的香甜精华 汤头浇织了洋葱与奶油的迷人香气 同时又带出焗烤的焦香底韵 一入口就完美呈现风唇的美妙滋味 在配上带来口感变化的面包丁后 即使是挑食的孩子也成得不亦乐乎 比较可惜的是由于其属进口商品的缘故 目前网络上多以溜入装作贩售 较不利于初次尝试的消费者 一到冬天有不少人时常会面临到手脚冰冷 体质需含问题加重的问题 此时便很适合透过食补来带给身体一丝慰藉 而专门生产新鲜肉品的补丰为此推出了独家精炖汤头 中药材真材食料熬煮的人 三季汤将满满的碗味精华集合在一杯当中 每到寒冷时刻总是热卖 其虽然是养生的汤品 但未避免容易上火仍不宜吃太多 此外相较于常见的即食食品 这款杯汤需冷冻保存 且需使用微波炉或电锅加热 购买前势必得考虑食用上的方便性 地广人稀的日本北海道所孕育出的富饶农产中所皆知 而这款杯汤便精心挑选高品质的甜玉米 它吸取了北方大地的肥沃精华 所尝的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玉米甜味 在口中尽情展放的快感 宛如至深田园般心矿神仪 最特别之处在于 其主打能够冷食 冲入鲜奶更能让整体的香浓指数再升级 堪称打破了大众对于汤品热热喝的习惯 也许这般习惯对台湾人来说较为陌生 若能尝试看看也不失为个好选择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